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鷹姐 今天天氣很好 其實這個星期沒有下雨 大家不用太擔心天氣 趁天氣好 我今天打算出來買東西 因為我家的噴墨都用完了 我要出來買補給 順便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的傢俬 電器 價錢是怎樣的 在我身後就是這裡比較大型的PC World 類似香港的風宅 百老匯 我們會看看電視機 雪櫃 其他電器用品的價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不用再運輸自己家的大型電器 因為我知道這些運費比較貴 可能在這裡買便宜一點 還可以換成機 換新的 進去之前我們要準備甚麼 當然要戴上口罩 我先戴上口罩 然後我會和大家進去看看電器 OK Let's Go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會關心 英國的家電多不多選擇 以及我們認識品牌的 我們看到Dyson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感覺上Dyson 和香港的價錢 可能這裡更便宜一點 風扇 吸塵機 都很容易可以找到 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別在香港買或帶過來 但如果你說有些家電是正在用的 又很新的 當然你不要浪費 都可以寄船過來 不過我知道船運的價錢比較貴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沒有特別會帶一些家電來 尤其是你說大型的雪櫃洗衣機 這裡是全部都可以選擇的 選擇亦都不少 除非你說你真的有些特別的原因 才需要帶 大大小小的家電 還有吸塵機 、Dyson 、其他品牌都有很多 價錢大家都看到 這些是水用的吸塵機 最主要是用來吸收地毯的地下 在英國反而需要用到 因為香港很少會有地毯 但英國這邊大部份家裡都有裝到地毯 那我就覺得是需要在這裏買一部用的 其他例如這些唱盤那些都會有得賣 一般遊戲機都有的 當然你本身已經用開的 你可以運過來的 或者你頭十天隔離 或者有些什麼需要用的 你就可以帶來 否則我就不會建議大家去寄船 雪櫃方面 寄船有機會是會失去雪種 而且這裡的雪櫃很新穎 可能比香港的還要先進一些 例如這一部我看的 可以在外面用來拿冰和拿冰水 很先進的 是一些智能的家電 它最特別是有兩門的設計 打開就可以拿到飲品 防止很多冷氣離開 再打開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這一類型的雪櫃、箱門 智能的就比較貴 三萬多元都有 便宜一點去到萬多元的 港幣來計算都有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特別擔心 當然你說不想用這麼大型的雪櫃 普通的雪櫃都會有的 Samsung、LG 或者其他牌子、英國牌子 很多選擇 我都要選一部 選擇雪櫃 我覺得在這裡需要選擇一部 冷凍是比較大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一個星期 或每天都會去超級市場 所以就要多買一些食物 多放在家裡 英國人可能一個星期 是星期六天會出去買的 因為我暫時還沒上班 我可能家裡的雪櫃比較小 我通常會一兩天才去一次 但如果長遠計算 我都覺得應該要買一部 大型的雪櫃 如果一些一般的雪櫃不夠用 這裡都有一些 好像冷凍櫃、冰櫃的 可以特別用來放凍肉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香港人 很少會用到大型的焗爐 但來到這裡 這些焗爐真的很有用 可以焗一下蛋糕、焗一下雞 在嬰節時 例如聖誕、聖誕時 就可以焗火雞 這些大型的焗爐 可能跟香港一般小的焗爐 價錢都差不多 選擇還有很多 當然 你說我都很少用到焗爐 用到這麼大型的 買一些小小的 都很多選擇 還有我很欣賞這些焗爐 上面是有爐頭的 都很節省位 看完廚房的焗爐 我先看看洗衣機 洗衣機這裡多數都是用大眼仔 反而日本的直立式 在上面揭蓋的 就少一點 不過我自己本身喜歡用大眼仔 因為洗得感覺上 就乾淨一點 價錢不太貴 都是三四千元 檔子一部 大概英鎊是三百多元 便宜一點二百多元 也有二百多磅 所以有很多選擇 老公、男士們 當然是很關心電視 我自己在這裡買了一部新電視 就是六十五吋的 都是五六千元 就是LG的 看看這些就算很大部 去到八十多吋 它都是說不用一萬港幣 價錢真的比香港還要便宜 選擇亦要多 大大小小的都有不少 所以男士們都不需要特別擔心 這裡電視、音響、Hi-Fi 所有都找到的 價錢並不貴 除了這些男士喜歡的東西之外 這部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如果可以在家裡安裝一個遊戲室 就真的不錯 其實也不困難 因為英國的房子比較大 所以可以有空間去考慮 安裝一個遊戲室 讓男士和小朋友去玩一下 還有這裡的獨學習的壓力 沒有香港那麼大 工作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時間會多了 在家裡就可以享受一下 就不會像香港一樣 好像胃口奔馳 都不知道為了什麼 來到這裡 我們當然要享受一下人生 電視機、遊戲機、電話 其實不貴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看 可以考慮一下買回家 之前很多網友都會問我 需要不需要手提一張印刷 現在政府又改了一個例子 我們就不需要隔離十天 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基本上 不需要帶一個印刷過來 因為印刷都很雅定的 大家可以隨身 可以省下一些位置 帶其他有用的東西 來到這裡買都是很便宜的 就算我自己買一部電視機 都是五百多六百元都已經有了 接著就說說 女士關心的家裡廚具 我自己經常做食物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都很喜歡 介紹一下有什麼做食物 給大家吃 我很喜歡用Kitchen A的 Food Mixer 即是廚師機 可以幫忙做麵包、蛋糕 這裡買一定比香港便宜 因為這些歐洲品牌 運到香港是更貴的 所以可以留下來才慢慢買 到時我會介紹一下大家有什麼做 遲些大家可以留意我的節目 我也會介紹一下 以及教大家怎樣做蛋糕 它除了用這個Food Mixer 還有一些在香港未見過 例如Slow Cote Presure Cote 這裡很常見 亦都很常用 我剛才買了一個Presure Cote 遲些都會用來和大家分享下我的主食心得 價錢都是 大家看到一點都不貴 而大家熟悉的品牌都有 例如這個特幅的 這個是Air Fryer 如果你本身在香港未有的 可以在這裡買也可以 如果你家裡很新鮮 就帶過來 我那一部都快到了 我也很心急 希望可以快些和大家分享我的美食特輯 還有一些果汁 還有在英國有更多選擇 好像這一部是兩門 可以同時間摘不同的食物 還有一些製作果汁 還有英國人很喜歡喝咖啡 我自己也喜歡喝咖啡 咖啡機是少不免的 這裡的種類一定比香港多很多 讓我看看哪一部是適合心水的 你看看 選擇真的有很多 價錢也是1000元以下 就已經有很多選擇 多屎爐都有 它有一些是多屎爐 還有咖啡機 是搭配一套 我自己也喜歡搭配一套 放出來的時候 看見煮的時候 都特別覺得開心 你們說是不是 它們的燙豆都蠻特別的 我在香港沒有見過 這類型的燙豆 它下面是放放水的 接著就可以做蒸氣 就是我們一般在香港用的蒸機 女士們都會很關心 都可以考慮買一部 家用電話就少些了 其實這個PC World 周圍都有的 它是大型的連鎖店 周圍都可以很容易找到 多謝 讓我收到 那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在香港用電話